中体经济学跟个体经济学有什么差别 一般人可能经济 经济学一般人都听过 可是你跟他问什么意思 似懂非懂 也讲得出一些东西 他自己讲了半天 好像自己也觉得怪怪的 好像自己也不是真懂 也讲不完整 甚至讲对不对 自己也搞不清楚 然后经济学里面有个体经济学 跟总体经济学 那一般人听到这 好像有点概念 整体的吗 这是整体的经济学吗 总体的吗 整个的吗 这字面已经讲出来了 个体就是个别的 经济学 这个好像没什么问题 可是仔细在一想 或别人在一问 那总体经济学是什么东西 个体经济学是什么东西 又讲不出来 所以我们不只是经济学 总体各个体 或者叫一般我们叫总经个经 总经个经 跟很多学问 都是有的好像 就是有一点概念 都讲不清楚 大部分是这样 除非你是主修 除非你是经济系的学生 不然一般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一期讲 这个总体经济学 个体经济学 所以一般搞不清楚 所以我说有两种人 一种人就说 我知道啊 总体经济学整体的 个体经济学个体的 这个没什么问题嘛 这个 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觉得好模糊哦 我真的搞不懂 好了 那不管是哪一种 那我们来看看 来说当我们刚才讲经济 什么叫经济 什么叫经济学 研究经济的学问 叫经济学吗 它原来是经济嘛 当然经济是文言文 又搞不懂 所以这个很讨厌 当初是很多字啊 一出来 到底经济是一个东西啊 还两个东西啊 一个东西 那什么字叫词嘛 一个字叫字嘛 两个字 或两个字以上叫词嘛 是不是经济是一个东西啊 可是到底什么叫经济 现在说经济学 经济系知道 可是经济 又搞不清楚 它文言文嘛 还是分两个 那到底什么叫经 蒋经国的经济啊 山东济南 济南 又搞不清楚 什么叫经 什么叫济 又搞不清楚啊 好了 不管了 我们就当做了 经济学嘛 就是跟钱有关系的嘛 跟货品有关系嘛 就是人类社会嘛 一开始就是 我要生产啊 这个衣食住鞋的东西啊 要生产食品啊 生产这个交通工具啊 生产工具啊 用品啊 衣服啊 食衣住行啊 就是要生产东西嘛 然后生产人家东西去买啊 最早是以货以货啊 没有钱的时候 你会种田 你种蔬菜啊 然后我养牛啊 我有牛肉啊 我有羊肉啊 但我没有蔬菜啊 但是你是种田种蔬菜 你没有肉 哎呦来换来换来换 那两个就讲好 哎你这个蔬菜啊 比如说你三斤五斤蔬菜啊 我需要三斤五斤啊 十斤啊 然后我肉啊 我杀了牛以后 有牛肉的话 我是一斤牛肉换你三斤啊 各种蔬菜啊 等等一开始 一物一物 后来就觉得 哇东西剩下很多啊 这个换来换去啊 这个弄不准啊 他就说用钱吧 发明用钱嘛 就是一个工具啊 叫支付工具 用钱嘛 最早人类是用贝壳嘛 为什么贝壳 因为中国大陆的话 贝壳要靠海才有啊 一般内陆不会有啊 变不出贝壳 所以用贝壳啊 所以这个钱啊 财啊 财利物那个财 左边就是贝嘛 最早就贝壳嘛 后来贝壳很容易脆啊 这个贝壳也没那么多啦 人多了以后贝壳就开始啊 用那个金属啊 用金属啊 铜啊铁啊金属 后来金属 一串一串钱啊 什么东西的 后来钱呢 又觉得太多了 太重了 你说我带个多少 一罐一罐铜钱 或多少钱啊 带得住 你要是买一个房子 哇那我用车来载 后来就发明啊 这个最早是用布啊 这衣服的那个布 那时候还没有纸啊 后来也发明纸 用纸钞什么东西啊 反正一步步过来 反正就是跟 跟东西嘛 我需要什么东西嘛 还有要用钱去买嘛 大概就是两个东西 好了 我们来看看啊 有重点 重点不在经济学了 重点是经济学分为 总体经济学 跟个体经济学 你说有人说我有概念 有人说我没什么概念 我们来看了 让大家昏倒一下啊 总体个体啊 来啊 这些字啊 你看看叫总体 我们先念一遍 因为这里面啊 我全部都用红字啊 答案先不讲出来 里面有的是总体经济学 都是经济学 这里面全部经济学啊 这一讲都经济学 你一看这个字也没问题嘛 都跟经济有关的嘛 跟经济学 跟财政学跟货币学跟那个金融啊 金融学跟股票啊 这一档子后来慢慢分了啊 最早是经济学最早嘛 然后延伸出来跟前用关系的财政啊 金融啊 跟交易市场股票啊 什么其他慢慢再延伸出来 越来越细啊 经济学很多分支啊 比较大的是总体各年啊 海洋啊 一大堆啊 施政啊 施政经济学啊 这个产业经济学啊 一大堆经济学啊 反正学问是越分越细啊 你看物理化学 国中工就是一个物理学科 化学科 到大学以后 升到研究所 搞了一大堆 一大堆那个 旁枝旁析啊 我们来看这个 经济成长啊 听得懂 供给需求 这个也没问题 国民所得分配 常听说 这些大概都没什么问题啊 大概内容也知道 生产 还有生产的成本 到底生产成本高还是低 然后就业跟失业 这些都是 就是跟钱没关系 有钱啊 你就业就赚钱啊 失业就没钱啊 钱就不够用 也是跟钱 反正就是 重点就两个嘛 一个是物品嘛 一个就是钱嘛 当然你说价格啊 什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基本上就 我要东西 我需要买个 我需要一个东西 对我用 第二个 我要把它买过来 用钱 这两大重点嘛 但是一大重点 需求 我需要什么东西 消费 钱去买嘛 货币供给的 钱的供应嘛 市场啊 在买东西嘛 这个市场 就像我们到菜市场啊 到股票市场啊 到市场就要买东西嘛 有的是买实体的东西 吃喝玩的东西嘛 有的是投资嘛 那里面是 甚至有的 根本看不到的 就转账啊 五家 公司及企业 公司跟企业跟经济有什么有关系啊 公司就是 公司要生产东西嘛 要 然后要卖东西嘛 生产东西后 它又有一个价格卖吗 还有生产多少啊 就是要用钱去换 也是有关系 公司跟企业啊 利率 利率就是你跟银行借钱啊 这个存钱啊 借钱啊 你钱多啦 就要存啊 钱不够再借啊 借了以后 要有成本嘛 不然银行干嘛要开啊 这都跟钱有关系的啊 经济风险啊 这个经济上面有风险啊 你到底开公司啊 你到底买东西啊 会不会买高啦 会不会是银食贸粮啊 这都有关系啊 汇率啊 钱嘛 美金换台币啊 台币换日币啊 到底要用什么价格来换啊 台币会涨会跌啊 就升值贬值等等 公共财政当然就讲政府啦 它到底修交补入啊 交通部一年预算多少啊 国防部一年预算多少啊 这个到底一年税收多少啊 所以政府就是 我一年可以 可以这个各种税啊 税不是一种很多种啊 到底可以收政府 我一年可以从 人民当中收多少钱过来 你不能收太高啊 收太高大家会革命啊 收太低也不行啊 这个政府钱不够啊 一个就是我可以收多少钱进来 然后我来 政府政府要花多少钱啊 如果说政府花钱 比收价要多叫 赤字 赤字预算啊 就不够了 人说赤字那怎么变得出来 我发行公债 但是你说我今年收的税收不够啊 可是我政府要做很多事情啊 那你就赤字预算啊 那怎么办 我发行公债 发行公债是政府发行 我以后我先卖给你 我给你拿钱了 以后你赎回来的话 我给你利息嘛 你又赚啊 反正就是银食卯粮的意思 也可以 金融组跟钱有关系啦 钱换来换去的啊 国与国跟国家 景气循环 今年景气好 明年也不错 后年差一点 再后年就就就就这个 就景气下滑了 景气成长停滞了 这些东西哪些是总体啊 哪些是个体啊 经济成长是总体个体啊 供给需求是总体啊 个体啊 昏倒 除非是经济系的学生 或者对经济特别研究的人 才分得清楚 一般人生产成本 总经个经啊 消费是什么东西啊 消费我倒 这每一个都懂啊 可是你问他 利率是总经个经啊 昏倒 这些昏倒 昏倒 而你问那个 经济系一二年级学生啊 他还没有学了很多 你去问他 他搞不清楚啊 大家除了要毕业 而且成绩要不错 才搞得清楚 你看这些 搞得清楚啊 我们上集叫做真 那我来说 我来说 我们下个人家的 我来说 在我来说 我来说